為了解決普里鎮防禮裡幾十年來無自來水可用的窘境 日前先議員陳怡君邀請行政院中部辦公室、水利署、臺灣自來水公司等相關單位 舉辦自來水接管工作協調會 河川的旁邊是不是我就來做浮流水 這對有的地下水的影響比較少 第二就是有可能在什麼地方濕水 但是現在地方有一些沉情的影響 所以高雄鎮如果需要策政 我相信請頂長這邊和民理代表來購三天 當然這個工廠來勸 或是未來策政的費用 我想政府全力來支援錢不是問題 所以我們的希望目標就是說 三個月以後找到這個地點之後 希望明年我就讓這個地方用到水 先議員陳怡君表示透過副總工程師的解說 也讓大家明白取水有多樣的選擇 也感謝副總工程師能夠親自到場解決民眾的疑慮 希望在三個月後能夠針對房裡裡自來水鹽管的問題 有更好的發展 我們也可以考慮用這個河川來取這個浮流水 它也是非常乾淨 而且不會影響到這個地下水的這個水位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民眾的疑慮的部分 副總工程師他也非常的可以了解 所以現在就是大家已經約好了三個月之後 要共同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我想中央的一個資源 不管是他的經費或者是專業度 都已經非常的到位 那剩下的就是我們地方的一些民意的一個意見的整合跟協調 副議長派遣也希望政府相關單位 能夠做好溝通協調的管道 讓房裡裡無自來水可用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改善證明用水的問題 記者成為伊普理採訪報道